所以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教育部一直在讨论说 到底该不该把上课时间延后到9点半 那现在还没有定案 都还在演你当中 但是成功高中在今天就率先取消了 召会升级早自习的活动 将原本的上课时间 从早上的7点40分延后到8点15分 那学生可以自由的选择说 究竟要不要来参加早自习的活动 那如果他选择不参与的话 也不能列入缺席或是迟到的记录当中 那我们听一下校长稍早访问 学生代表 家长代表 教师代表的 共同合议之下 将我们这一次的提出所提出来的 学生做席的时间调整 由早自习的这样的活动 我们把它定位叫做成间活动时间 就是早上仍然可以做一些活动 相较于过去不同的地方 在于大家可能认为早自习没有来 要被记迟到 要被记缺框 可是我们如果是成间活动的时间 是属于自主的学习活动 那各班也仍然可以安排音听 或者是一些阅读或练习的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取消了所谓的登记迟到 或者是缺框这样的做法 我们即使是将来在后疫情时代 需要进行全校的集合等等 我们仍然有周会活动时间 可以跟全校的孩子做一些讨论沟通 所以对于是否这个一定要安排 像过去的传统的招会的这样的活动 我们认为在 内容和形式上面 其实只要能够达到我们教育上的目的 我们做一些变通 好像是可以符合我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一并在这次调整学生做习规范的时候 将召会活动一并取消 那现在这个全工高中 这个取消早自习已经算是定案了 因为包括家长会长还有学生的代表 都是予以支持 因为他觉得这样的早自习的时间 他们可以自行的多加的利用 那后续到底9点上课时间延到9点半 校方是说这个是会影响到课纲还有课表 甚至还有学生的放学时间都会延长 这个讨论的空间是相当的大的 那后续该不该延后呢 他们是说这个讨论的时间会比较久 但是校方是觉得可行度也不高 但是呢有关这个招会延后或是取消的情形 其他学校是不是也会跟进 后续将持续未定掌握 这期间我们也讲到最新情况 把这种讲完给棚内主播